華富邨華昌樓一個單位起火 暫時沒有人受傷 有附近居民拍到單位起火後火勢猛烈 樓上多個單位外場被分黑 由街坊疏散到地面 警方說下午5時多接報 華富邨華昌樓一個單位發生火警 消防大約1小時後將火救食 中環昨晚有私家車樓後撞傷8個人 其中2個女人仍然危殆 警方已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 受嚴重傷害拉了一個外籍女司機 一架私家車星期五晚停白在中環碑利街 女司機和乘客下車之後 私家車突然流後大約100米 撞到多個人 一個27歲的外籍女人被困在車底 由多個市民合力抬起私家車救出 警方已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 受嚴重傷害拘捕44歲女司機 警方說他沒有走後駕駛 消息指被捕的是菲律賓籍女人 事發的時候懷疑忘記拉手制 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輝說 汽車泊在斜路流後 而引致意外時有發生 如果要在斜路泊車 又有甚麼要注意呢 李耀輝說有停車三部曲 在下車或死火之前 必須要拉緊的手制 我很強調要拉緊的 停路不會留前或留後 但斜路如果拉得不夠緊的話 有機會這輛車會有留前或留後 如果開車是自動波 我們必須要進入一個停車 停在左手邊的行營路邊的話 我們必須要拿多些的右軚 就算留後也好 他有機會就騙到石坊位了 李耀輝說作為駕駛者 應該顧己及人 即使是泊車都要留心 做多一步 以免再有意外發生 武士電視記者劉俊玉報導 一個男人被控綁架愛蓉和女童 在觀塘裁判法院提堂 按應押後到明年3月再順 42歲被告何年俊被控一項綁架罪 說他連同一個不知名男人犯案 案發在今個月8日 一個39歲外傭帶上一歲半的女童 去緊幼稚園上學期間 行經薄賦林毅多利到7、8日的時候 被人拐上一輛私家車 之後藏心在元朗百鄉一個貨櫃 外傭增脫後向附近的村民求救 最終成功脫險 被告報稱無業 但在庭上透露他是肉類公司經理 主任裁判官前禮應控方要求 將案件押後至明年3月4日 在東區裁判法院再信 等警方翻閱閉路電視片段 檢視被告手機和檢驗基因等等 被告申請保釋被拒 放棄8天的保釋覆核權 洪方在庭上透露 涉案私家車車主認出被告 另外有其他疑犯再逃 無線電視記者利由坤報導 立法會地區直選 包含葵青和船網區的新界西南 是選民人數最多的一區 三個候選人出席本台論壇 就當項政治議題針鋒相對 在新界西南的論壇上 有候選人要求對方明確表態他的政治立場 想問問你今天會否在這裡 清清楚楚地和所有港獨和黑暴勢力割席 我希望你第一時間已經清楚知道 為何那些青年人會奮不顧身去這樣做這件事 因為當社會被黑暴攬炒的時候 他參與其中 但是愛國愛港的選舉 他第一個表態會去參選 所以他是一個投機者 這件事已經是一個既定的事實 我的選民是我老闆 你的選民 你們兩個老闆是誰 你知不支持我們國家憲法日 國家我們的憲法 你又知不支持 完善選舉制度 這裡全部都是愛國者治港 認自己做黑暴的話是沒有選票 所以你現在就和黑暴割席了 那你就是扮民主派 200萬人上街 為何你們都一意孤行 現在你們會不會香港市民道歉 剛才一直都在說修例運動 其實基本上就是顏色革命 向美西方勢力道歉 對不起我做不到 你真的應該向全香港人道歉 候選人亦互相質詢 對方不熟悉民生事務 問題就是你本身是深水埗區的區議員 為何你會背叛深水埗的居民 我們都有一些常識和政策的問答比賽 雖然我從來不標榜自己最熟悉的地區 但是我也是得到最高分 我在葵卿長大 我在葵卿長大 我在葵卿出生 小心你是人才兩空 你小心你是人才兩空 你是對我們的政策不熟悉 最低工資你又不知道多少錢 立法會選舉在今月19日舉行 無線電視機就在中卓氣報道 三位市民獲義務工作發展局 頒發二勇獎 隔許他們無私救人的精神 因為我沒有試過這樣救人 這是第一次的 所以很深刻的 68歲的退休人士袁振雄 今年8月和朋友在海邊釣魚 期間發現一個女人墮海 立刻上前救人 她都已經說話說不到了 涵著淡水說話想救命 聽不到她說什麼 她在掙扎著 我立刻跳到海 除了袁振雄 另外兩個禍班二勇獎的市民 分別是休班警員陳楚謙和古文輝 古文輝雖然因為公務 未能夠出席班獎禮 但是禍舊的市民就親述遇險經過 事後得知 我就在崖邊一路滾滾滾滾滾滾 滾到近海邊的位置 欠一個身位就會跌到海裡 吳柏輝今年5月在西貢交遊的時候 以外臟向崖逼之後昏迷 當時古文輝剛巧經過並且迅速施救 令到吳柏輝成功脫險 好多謝古先生 建議勇為做義務的工作 亦都在非常危急的關頭 拯救了我這個生命 我會一樣用這個精神來幫助其他市民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 表揚義工無私精神的同事 亦都鼓勵大眾參與義務工作協助他人 每一刻其實你只要停一步 想一想 有甚麼可以令到你身邊 一位可能是一個你完全陌生的人 你可以帶給他一個笑話 這個就是其實 他又說現在本港有超過136萬人登記成為義工 鼓勵更多市民參與義務工作 無線電視記者彭詠希報導 大灣區科學論壇在廣州舉行 粵港澳三地官員和過百個國內外院士和科學家參與 由駐廣州記者張詠欣報導 首屆大灣區科學論壇在廣州開幕 主題為探索未來共享科學 開幕式由廣東省委書記李希 先宣讀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賀信 提到粵港澳大灣區要圍繞 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戰略定位 努力建設全球科技創新高地 推動新興產業發展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致辭時候說 大灣區有一國家兩制的雙重優勢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以視像方式致辭 提到內地過去兩年已經批出超過4.4億人民幣 被香港的大學和科研機構進行研發項目 或者建立實驗室 當中接近一半來自廣東省 同樣以視像方式致辭的澳門行政長官 何一誠說 澳門將會逐步突破影響科技創新要素 自由流動的瓶頸和制約 促進澳門和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創新資源和配合 強化產業技術創新 今次論壇邀請過百名國內外院士知名科學家 和科研機構參與 以線上視頻試下參會形式舉辦 聚焦生命科學、藍米科學、網絡通訊等議題 《無線電視》主要廣州記者 張明欣報道 政府下星期二凌晨開始 將蔡普路斯約旦和黎巴嫩列為A組指名地區 並且考慮是否需要收緊台灣的檢疫要求 引營蔡普路斯約旦和黎巴嫩發現Omicron個案 今個月14日開始 曾經在21日之內特留有關地區的非香港居民禁止入境 而香港居民必須完成疫苗接種 持有銀行疫苗接種紀錄才可以登機返港 並且在酒店接受21日強制檢疫和定期檢測 由於台灣亦出現Omicron輸入個案 當局將密切留意當地疫情 考慮是否有需要進一步收緊相關登機、檢疫和檢測要求 倡新及科技局說 直至晚上9點大約30萬個市民註冊香港健康碼 當中大約7萬5千人已經啟動帳戶 本台記者昨天在港康碼系統開通後申請註冊帳戶 申請後大約11個小時收到手機短訊 拿到識別碼 之後透過登入系統的專用網站成功啟動帳戶 並且在安心出行最新3.0版本 上傳過去31天行蹤後就拿到6碼 政府說 公屋住戶申請人住址 系統可以即時給對確認提供識別碼 其他申請人有機會最快下星期才完成核實